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小刘 欢迎收听本周迟到又迟到的更新 我也是受球赛胜负影响心情的老派球迷 那这也是你不剩有时间录了 那如果当晚又输球的话 整个就是变得比较没心了 其实说真的也是这几座工作上 因为有一些公司上有些人事异动的关系 那我有很多时候就会比较晚回家 然后再加上还要再接送小孩上课等等 那如果当天晚上又看到了输球 真的会有点提不起劲说话 那老实讲这集的录影时间 就是刚刚被富邦就狠狠刷了一下中信卡 也是排名大半峰的时间 好 没关系 这几场就是最新的战报部分 就留下周再说 好 那开头先简单讲讲几个话题 那首先这几座相迷 最喜欢讨论就是我们的总教练了啦 老实说 平野总教练今年一直就是剑拔啦 那老实讲他也常常在媒体上说很多语重心长的话 我觉得先不管我们自己球队 作战调度或是胜负那些啦 那我觉得平野赏 我真的是很关心啦 也很希望台湾的棒球整体环境的 跟实力能够变好啦 那所以说了 其实我觉得是蛮多老实话的啦 那我也没看过这么中肯的日本人 那大部分有时候我接触的日本人是 比较会看场面说话的啦 所以身为相迷 我是希望大家还是给我们的教练 多点肯定啦 老实讲他最近也不是那么铁头啦 那大家批评的地方呢 好像也是有在改变的 不过球赛就是这样啦 赢球就可以大升 那输球就是大家都变瓜种啦 所以我就觉得包含我自己 还是可以多少点情绪出口啦 就是继续再帮球队加油就好咯 另外最近有一些韩国球探来看比赛 那我们家几位羊头啊 像是艾斯特啊猛登啊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被锁定啦 那不过 集中挖角这件事情 是讨论很久了啦 那也没有规定说就不行啦 就算没有这件事啊 真的以我们球队这么依赖羊头来说 还是要有一些方案跟准备啦 那最近德宝拉的回吻啊 另外克迪啊上次复原 你可以比赛咯 还有夏某利啊 据消息指出啊 也有开始做那个实战的 那个赖羊BP的头球了啦 所以还是一些好消息会居多啦 那大家也可以放心一点 好那 最后开头啊 我们来讲一下那个中止民进赛票选喔 好不意外啦 每年大家都在嘴说 就给我们兄弟玩就好啦 欸不过我还是要讲一下啦 如果是在网路上票选的话 我是不敢说啦 虽然是一人一天就是一试投票 不过这个是 我是没有把肯定是有什么网军行为之类的 但是厚 现场买票进场的球迷投票 不是会占比较多分数吗 好那大家最近不是有在嘴我们 洲际主场的进场球迷变少 那主场进场忍住变多的球队球迷就要多加油啊 要换成明星赛票选才对啊 所以也不是说 我是项米就一定投给自己球队的球员啦 好啦我自己是举例啦 如果是我的话 我二壘就会投李凯威啦 那所以这边我节目也帮他拉票一下 真是我觉得我真是蛮欣赏他的啦 老实讲虽然他很会打我们啦 但是呢 好敌人就是好对手 也值得鼓励一下啦 而且啊只要能够解决他 代表我们也变强了不是吗 对不对 好啦就是开头哈拉一下 还是要来进行一下就是上周五场的战报 回顾后 Let's go 中心兄弟 看见的荒唐 感动的神浪 我们是中心兄弟 网红海纷飞那满天灿烂的五线 飘着我的信仰 是你一个动物们结束了白队 用我顽固倔强 魂山人全我因你未熬的团结 你我兄弟日常 剑品就剑 新的荣耀 传奇故事我们来写 头顶的脚腰 看谁灌溉成力量 连巴的梦想 我们将无依不语 兄弟越清醒 信念越坚强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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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中心兄弟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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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中心兄弟 团结的广场 感动的神浪 我们是中心兄弟 那首先呢5月22号礼拜二 这场是在陈金湖跟台冈雄银的二连战的对战 首战是10比0获胜 那单场MVP是德宝拉 他拿下了圣头 那拜头是台冈的陈柏青 进场人数有5215人 那开机不太理想的德宝拉 那这两周就有投出重振雄风的味道 那这场七局50分5K 那也无保送 完全压制对手的攻击 那再加上今天 应该是有请队友喝咖啡了 打击部分是相当的捧场 越加兄弟加征送的呢 摆上前三棒就是串联起来 长打连发 二三两局呢 就打下了五分大局 那另外呢 这场比赛前啊 刚有上到一军啊 那因为威臣就是受伤的关系啦 那这场也排上了先发啊 就有所贡献喔 打出的安打啊 都是很强劲 很有水准的啦 那也有打点的好表现 那因为大福领先的优势呢 那也迎来了今年 林辉胜的一军出登板 他这场是有算是有顺利完成的任务啦 那全场的呢 全队就是头打俱佳 那终于就是很难得啦 在当周的首战后 就取得了胜利喔 隔天5月23号礼拜三啊 续战雄英啊 这场比赛是5比16落败 那单场MVP呢是摩英 这场比赛胜头是哈马辛啊 敗头是魏硕成 进场人数有6034人 在隔天这场续战后 结果跟前一场真的是大不同喔 首先我们的先发投手小说魏硕成啊 在首局的投球呢 就遇到了乱流 那除了被打安打之外呢 两次包含自己在手背上的瑕疵 就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那最后先发啊 只投了两局 就失掉了7分退场 那骑泽上来啊 就一度的踩住刹车没有掉分 不过今天对手的攻势灵力 就持续得分齁 那明威是很亮 连两天登板啊 那这场比赛的控球 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开局上场呢 就两次的保送 那加上被摩英的三分炮重击啊 对他来说应该是 也算是蛮震撼的啦 好那最后这场啊 我们上了五位土头 吃完比赛啦 那只有城虎没有掉分 攻击部分其实 攻势挺多的啦 东华有3-2 然后陈子豪有4-3 阳翔和难得的4-2 包含生涯首支的三连安打 陈俊秀也开轰 整队也出现了双位数的13支安打 得了5分齁 但是这场投手坑 实在是太大了 真的是补不完啊 那我们中场呢 就以大比分落败啦 5月24号礼拜五啊 开始在台南球场 就是进行四项三连战啊 首战是14-4 我们获胜啊 那登场的明明是 集出双翔炮的张志豪 胜头是艾斯特 半头是潘威伦 进场人数是有7,018人 好这个四项三连战啊 那统一5月齁 整个月它就是一个复古的 复古月的风格啊 老实说真的是 扮得蛮有感觉的啦 那不愧是行销很顶的 一直球队齁 好 那首战呢 小号声响 嘚嘚 都都趴會人登场 那个气室就来了 也不过对我们来说 对都都最好的尊重呢 就是在球场上把他打爆啦 好 其实第2局啊 兄弟就有一波满壘的攻识啦 但是遇到双插手背呢 只得到1分啦 到第4局呢 吃大局了时间就来咯 张志豪所未上场就先开轰 不过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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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的贊歌 感動到我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整個運勢也轉到我們這邊 接著本場賽前姜坤宜就回歸一軍了 馬上就做出貢獻 滿亞青的長打拉出了比分差距 這局還沒完 樂政華因為譜手張 想著漏掉一個不好接的球 師里逃生 補上了聲援安打 再帶齊的攻勢 也把杜杜打退場 流轩达上场控球不佳 再给了保送让我们几成了满垒 陈子豪满垒的长打本局就是第二次的重击 反观我们这场的先发艾斯特 前半段可以说是威风凛凛 手机就KKK连3K 这场队友的攻击又很捧场 不过五局下有受到一点好久待判决的情绪影响 也被统一的张翔打出了安打掉分 比赛后半段开始我们的攻击也没有放松 六局的安打串联拿下开对手鲁格的双位数分数了 艾斯特第六局占到一点乱流再十分 最后还是以100球完成了六局四三分的优质先发 七八两局我们又是权力打公式 王振顺开轰张志豪更是单场的双翔 生涯第十次单场至少有两次权力打的记录 真是我们对史上数一数二的炮手 真是不简单 比分差距大到了九局上有个有趣的差距 林安可就看到他在场边热身 就是一副要上场投球的样子 在球迷的鼓噪声中 不过上场的是另一位更年轻的 头打二刀流好手林家伟 最后还展现出不错的控球能力 也解决打者 可以说让这场比赛很多的看点都有了 也为这场的排位争夺战先炒热一下气氛 5月25号的礼拜六 这场是4比1还是有我们获胜 单场MVP是拿下圣头的猛灯 拜头是罗昂 现场人数有8,324人 隔天续战台南猛灯对上罗昂 两位洋头的球威 感觉还是比较好一点 也让这场比赛跟前一场呈现截然不同的感觉 不过依然是蛮多精彩的画面 这场其实也是记录跟话题之夜 首先先恭喜陈杰县完成的千安 真的是好快 真的强翻了 对他来说应该只是过程 未来两千安 上看三千安都有可能 也替他加油 另外第三局 有个本类的攻防战 当时是让两边包含教练甚至球迷 都有点情绪 事后来看 确实在我们扑手林吴敬伟这边 在处理截球的时候 脚的位置是有阻挡到跑者的滑垒动线 当然也是因为刚好上礼拜 才刚开完总教练会议 有提到这部分 所以丙总当时就是很希望 给我们扑手一个警告 OK啊 这部分其实我们也没得力 所以我也没什么意见 我们教练后续也有对这个部分 有跟对方质疑 不过下一局 对于卢王的投球准备动作 那我们平野教练就有意见咯 我觉得啦 在网络或是看转播的球迷 可能可以赶快去犯规则 或是赶快去找资料 但是现场的球迷 可能还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甚至裁判在现场 用麦克风解释也是不太清楚 他是说 第一球会背是投球 第二球用正式的固定式投球 所以允许 什么就这样 老实讲啦 我是平野 我在当时也会觉得 有点莫名其妙 你可能 裁判可能只是把我的问题 再重复一次 然后根本就没解释 我看我们家翻译 应该当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吧 当然因为这样子 时间上的延误 当然主场球迷又会鼓噪起来了 这个是在帮忙 添加比赛机型的柴火 柴火妈妈 老实说身为相迷 我也是要挺一下我们平野教练 那当时落后一分 等于在三壘这分 有可能是因为投手犯规而得分的 当然是可以争取一下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play的讨论 真的也是让大家长知识的啦 但是有一说一啊 如果对于平野教练 有到谩骂的人身攻击 我倒觉得是不需要了吧 好啊 这个事情我的看法大概是这样 那回到球赛后 其实是蛮典型的投手战 那一路小比分的很僵持 那最后双方救援投手呢 也有点小剧场 那我们有掌握到对方失误 也拿下了保险分啦 那最后也拿下了胜利 那这个系列战就取得了两胜哦 好最后一场5月26日礼拜天啊 那我们是以林比士落败啦 那这场比赛的MVP是古林瑞扬 他也拿下了胜头 那败头是余谦 进场人数是9668人哦 同一大学长的隐退日啊 进场人数尾数有备号68号 合理啦 好啦这场不论是球战内容跟现场气氛 绝对是属于统一的日子了啦 老实讲我们今天 好像也蛮捧场的哦 攻击方面我们已经没什么攻势了啦 然后又被手被没收好几只安打 那对手在大学长隐退日哦 真的是拼了啦 那投球部分啊 高国庆排第一棒DH 真的是蛮用心安排耶 我觉得我们周同隐退赛 就比赛办理就好了啦 好那首局呢 余谦跟高国庆的对决哦 就展现出对学长的敬意啦 虽然结果是投出三阵胜出 但是还是可以感受到高国庆挥棒的气势哦 好那球赛呢就一路由统一领先啊 结果让就会让国庆就一路先发到底啦 最后还很贴心的取消DH让他上场守备啊 一垒手高国庆不知道救了多少统一那一手的魔宋球耶 真的是让对手也折服哦 不愧是绿色坦克的通墙铁壁啊 那最后影队影片啊也很感人啊 虽然不是统一球迷哦 那我觉得除了国庆队统一夺冠重要赛事的画面之外呢 那又放上一些他披上国家队战袍的重要贡献画面 真的会让别队球迷很有感耶 那总之老实说后就是高国庆真的是创造了很多属于他的光荣时刻啦 那我也是诚挚的祝福他 希望他持续为我们热爱的棒球能也做出贡献 那就国庆大学长就加油咯 好啦那就战报也结束了啦 那上座我们又是一个其实算是一个胜多一败的一周啦 不过其实就像开头说的啦 那上半季还是处于在五成胜率的保卫战啦 上座虽然是取得跟守卫统一的系列战的胜利 但是距离要拿下上半季冠军是有段距离的 甚至后虽然上次都打完还是第二名 但是跟后面队伍的战绩差距是很小的啦 所以真的还是要稳住 那至于攻守数据部分啦 因为累积了几周就是也没什么更新 所以大家起步也蛮大的 那我想就留到下周的节目做一次整月的整理咯 好那至于未来赛程部分啦 这礼拜周间啊周期两场的主场 加上周末有三场的大巨蛋的客场对上胃权啦 那我想不管怎么样就尽力去打了啦 好那本周节目呢就先到这边啦 那就谢谢大家啦 下周希望就是能准时上架啰 按赞 那我们再下一次一起聊 按赞 不离不弃 百万相比 前世到底 从心兄弟 生命路上 从万奇起 不为风雨 奔战到底 大声还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